好 才刚刚立冬吃完补汤 就由冷气团来报到了 花莲市从8号的晚间开始 气温就急转直下 那么市工所也立即启动 寒冬送暖 暖心爱花莲的专案 加强关怀独居长者 以及游民朋友的生活状况 这个是那个八个衣服 晚上会冷要记得要沾 还有手套 受到冷气团意想 8号晚间开始气温急转直下 天气冷嗖嗖 让在外的民众都好有感觉 市工所也立即启动了寒冬送暖 暖心爱花莲专案 8号晚间市长温家贤 在市劳科长萧子卫陪同之下 先后前往明光里来访试独居长者 还有花莲火车站探视周遭游民朋友 除了送上一批物资 他也提醒他们要做好保暖 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我们会持续的由我们的关怀员 到各个地方去来关怀各个需要帮助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保暖的一些物资 那除了暖暖包之外 还有发热衣 那还有手套跟薄围 那有长辈的部分 我们也准备了棉被 那我们希望说还有一些食物 我们希望透过食物银行 也做相关的链接 把相关的一些物资 能够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上 在此也要谢谢 我们过去一直以来帮助食物银行的 每一位社福团体跟好朋友 那今天也要特别谢谢蔚家印议员 那在知道寒冬的过程 可能有低温特报 那他也号召他的朋友 来捐了一些棉被 那让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都能够及时有一个温暖的棉被 来做相关的一个保暖 今天要非常感谢 沉淀会的林选选后 捐了非常多的物资以及棉被 那给有需要的人 那我们知道火车站这边的游民 跟一些比较弱势的人 其实很多 那这一个礼拜是低温特报 那也希望说 民众有看到一些游民 或者比较弱势的 都可以反映给花莲施工所的社会客 市长魏嘉权也呼吁乡亲 温度骤降容易造成 吸血管疾病的相关病发症 每年冬天都是对 人身安全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如果身边有需要帮忙的热食户 也请大家伸出援手 或者是通报施工所来协助 也可以利用爱花莲食物银行 领取相关物资 希望社会大众的爱心 可以一起温暖这个冬天 谢谢徐立琴 华联市报道